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花莲目前还没有以游艇为取向的就是海上观光 所以就是目前可能都是以一般旧式渔船改造为主 那当然用途也不一样 因为他们单纯就是去赏金 那我们除了赏金之后 我们是强调就是游艇内的内装 还有可以在游艇上做一些不一样的活动 比方说我们结合像潜水啊 然后开趴这些东西 不到30岁的游艇公司执行长 却有着超乎年纪的成熟思维一根坚持 在花莲净土印尽新玩法 从内装开始就不得马虎 因为像我们的沙发 其实每一艘游艇它都是属于客制化的 就你自己想要怎么设计啊 对 所以我们的沙发就特别定做 大概也是8万多块 对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桌子的部分 因为我们除了就是私人游艇之外 我们就第一个是要兼顾到乘客的安全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对船很了解 所以你像一些必要的安全设施啊 你像这个就是杯架给客人用的 对 因为你出海你不确定今天浪好不好 大家都在移动 所以就会比较细心的地方 就是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全部特殊定制 经过无数次的设计协调 化身为会移动的五星饭店 在追加配备的部分 又特别把这张石墨的桌子夹进去 那他大概也又追加了10万块 就是我们想说让就是我们俱乐部的会员 就不用再花这么多钱 就可以享受到富豪的感觉 因为一般私人游艇俱乐部 可能要花年费很高 对 那我们是希望让客人 就是在两个小时内 他就可以当成富豪了 想当富豪更不止游艇 玩累了 晚上的落脚处 同样要让海景持续保收眼底 欢迎来到我们VIP的景观套房 那这边的话为您介绍一下 我们房间的话有吧台跟客厅 是非常大的一个房间 那这边的话呢 可以看到我们花年的太平洋海景 狭长型的花莲好山好水 不过景点之间动辄半小时起跳 但在这距离火车站10分钟的车程 花莲码头5分钟距离的市区 就可以享受海景 有交通便利的先天优势 更少不了饭店管家 您好 朱先生 您这是帮外套的探訪 好的 谢谢您 那这边为您介绍一下 这些毛巾都是全新的 这都是专属于您使用的 那这就是我第一次使用了 是的 旧连毛巾都是全新 只给VIP客人使用 要享受独一无二的尊容感 18平大的一房一厅 还有超大浴缸释放一天老累 除了VIP景观套房之外 这里还有个独特的空中花园 因此让你在花莲的市中心 同样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海岸线 在这个物价高涨 心水没涨的时代 想要享受小确幸 不一定要出国 来趟花莲奢华旅 口袋不用够深 满足感也不会少